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讯陪报》频道 我是中华宣导会友谈目师 郭文俊牧师 我们这个课程是简易吉他伴奏 我们现在来到第五课 事不宜迟 我们先交功课 上课讲到我们要交一首运上太阳的功课 我会唱 你就会弹 用落 顺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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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方法 好 准备欧美 准备欧美 欢迎起来吧 无人是主宰 美丽的高尚 或是唐我宰 隐恩的友谷 当你抬起头 你将会发现 主已为你我而预备 云上太阳 它终不改变 虽然手 愈傻在念想 愿上太阳 它终不改变 好 用不同的节奏 演绎下不同的歌 挺好的 又学了不少的东西 那我们运上太阳 交了功课之后 事不宜迟 去到第五课 我之前一开始已经说了 这个课程是让我们用最快的方法 用最简易的方法 可以在两至三个月里 掌握到吉他 但吉他其实很丰富 我们也要避免使用巴掌 因为巴掌其实很困难 但既然如此 那么多歌曲有不同的调 究竟我们怎么可以弹得到呢 我今天就介绍一个小工具 就是这个 二调甲 这个二调甲作为弹吉他的人是必备的 特别是无论你是高手也好 还是一个初学者也好 其实二调甲也是有需要的工具 那么它是可以令到我们 比较容易掌握另外一些调子的歌曲 意思是 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就说 我们已经掌握了 或者在过程中 我们已经掌握了某些调子的使用 那么如果你深水清的话 你知道其实我们学了那八个和言 其实我们是能够介入了两个调 分别是D调和G调 但是除了D调和G调之外 我们看到任何这些调子以外的调子 其实我们就站在那里了 不过二调甲就是帮助我们 只用D调和G调的调道方法 就可以调到其他调子的角 简单来说 或者是一般普遍来说 使用方法是什么呢 原理就是 原理就是 假如将二调甲 夹高一格的话 就是这样 你就会将整个调子提高了半度 如果夹高两格格 将整个调子提高了半度 如此类对 三四五就会继续升上去 因为我们只懂D调和G调谈法 在我们初学的阶段里面 但是我们又想谈到其他调 就是要这样去互相配合 二调甲 然后配合我们懂的调 D调或者G调 我们要升到某个位置 才可以谈到那调的歌 这样的配合 就可以谈到不同调子的歌 我们试试看 藍色圈里面 就是我们 和红色圈里面 我们试试的两个调 分别是D调和G调 我们试试的 但是其他调 其实很多 就是Eb E F F F-Shar 等等等等不同的调 我们不懂的 原来二调甲 是帮助我们 可以去追寻得到 假如我们 举个例子 我夹第二格 或者第三格 这样 我弹个D调 原来 D chord 我会自动提升 不是D chord 我只用D chord 彈奏方法 就可以 彈到F chord 你明白我说什么 我本身不懂F 但是我用了二调甲 我就懂得彈 这个就是F 明白吧 如此类推 每个和言 都因为这个缘故 全部提升了 一些调子 除了D之外 G E minor A 等等不同的 chord 透过使用二调甲 同时间提升了 好了 这个就是对照表 假如我要弹某个调 我只懂G调和D调弹法 我只懂D调弹法 我夹第几格 才能彈到那一调 原来是这样的 你看看就可以了 譬如我弹F调 简单来说 我可以用G调弹法 夹第十格 就可以了 又或者D调弹法 夹第三格 就可以了 如是者 举个例子 我要弹A调的话 我用G调弹法 只要夹第二格 就可以彈到A调歌 好 我夹第七格 弹D调弹法 我会弹A调弹法 明白吗 原理就是这样 你可以找到所有不同调的歌 都能够用你两个会弹的弹法 来演绎出来 好 既然是这样 先做一些测试 看看你明不明白我说什么 第一题 就是 假如我有一首歌 原调是Eflat调 那我其实要用弹调夹 夹第几格 然后又配合什么调的弹奏方法 我才可以做到呢 记住 我们只是懂D调和G调 既然在这样的情况下 究竟我有什么选择呢 这两个调我减哪个调 然后再加弹调夹 夹第几格 我才可以弹到Eflat调呢 你可以在前面看看 究竟这个表 如何教我们 又或者你听我说这个答案 没错了 答案就是 你要弹到Eflat调的歌 那你就可以夹第1格 将所有Eflat调的歌 就转换在D调的歌 明白我说什么 好 又给了第二条小测试你 假如我要弹Bflat调的歌 好了 那究竟我有什么选择呢 我要用二调夹 夹第几格 然后选择什么调弹奏呢 虎之欲出 就是第三格 G调了 原来我这样就可以弹到Bflat调的歌 因为G调里面有很多和言 我们也认识的 只要夹到第三格 就可以了 好 这里你看到 就是一个实际上 当我们要了一份调 我们要转换 和言的时候 我们要留意的东西 因为你看到 我们现在有一个 呼求耶稣的首歌 我想大家都懂唱 不懂唱 又是播放YouTube频道 那份调原调是医调的 我截录了某部分 那医调的和言 你不要以为 我只是夹了某格 而将第一个和言 换了就算了 记住 当你整个调子升了 例如你用了二调夹 升了某个调子的时候 是要将整份调所有的和言 都要down tune它 变成了你懂得弹的 那个调子的和言 举个例 我们以呼求耶稣为例 这是一个E调的歌 里面包含的E C-sharp minor A E F-sharp minor B等等这些歌 有些我们是懂的 有些我们是不懂的 但是只要一旦用了一个 Cable的话 我们 Let's say 我们夹第二格 所有我们面前 份调的cord 都要每一个 将它downgrade 变成我们懂得弹的和言 举个例 如果我夹了第二格 那么 变相就是我可以弹D调的方法 就已经可以弹到E调的歌 好了 但是我要在份调上面每个和言都要改 由E开始直到最后的和言都要把它改 例如 举个例 就是求主加倍充复我心 求主加倍释放生命 E就会改做D 然后 C-sharp minor 我们会吞两格 变相变成B minor 然后 我们就会有A 我本身会弹A 但是都要把它转换下去 吞两格 即是变相是G 然后 如此类推 E 我们也是的 将它移两格 变成D F-sharp minor 我们就会把它移两格 变成E minor 然后 B 我们不会弹的 我们就会移两格 变成A 那么 你看到Cable2之后 我弹D key 你会看到 所有的和言都会转 这五个 弹这个方法就是这样 当我完成了和言转换的话 整份谱都不同了 这才是真正我弹出来的 那首全首歌的一份谱 但是一定要夹了Cable 可以达到医料的效果 好 举个例子就是这样 求主加倍充满我心 求主加倍释放生命 愿你福兴来临 燃烧灵魂来让我多一点爱护 求主加倍充满我心 求主加倍释放生命 为你尽得灵魂兴起传闻 投入你国道全心献 可以吧 你会发觉我弹这条 但我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条的歌 整个弹法变相 我本来不懂得弹 我现在懂得弹 好了 我会介绍一个网站资源给大家 这个网站 你自己可以搜索到的 就是ZHKGitarians.com 我不小心买了广告 但是你可以在这个网站里面 它有很大量的COP 并且它有一个自动转换和言的方法 假如你夹了CABLE幾 你要弹些什么方法 它都可以帮到你的 你自己上去网站 卡两下你就知道 其实是不需要刻意这样写一份 它已经方便了 你了 譬如诗歌都有的 你可以上去看 或者流行歌都有的 那变相就少了从功夫 那你又可以弹到 用D调或者Z调 已经弹到那首歌 原调的歌 不过限制就是什么呢 那网站预设的那些和言 未必对的 就是它配了那些和言 你以为它对的 未必对的 或者位置都不对的 那这个你要留意 第二就是 它毕竟是包罗万有的一个网站 它不是专门为C歌而设的 所以它只是可能包含到部分C歌 可能有些C歌 其实它都没有和言的提供 没有普及提供 那变相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你都要花自己的功夫 就是你不要用这个网站了 你要在你自己那份 即是实际的谱上面 你就要做一些功夫了 如何将原调的和言 全部改完到你懂的和言 D调或者G调的和言 好 所以我又给了一个功课 如果你找到一些方法 就是你可以试一下 将两首歌 分别是 《天上的主》 或者是《爱事不暴留》 这两首歌本身的原调分别是A调和F调 我们也不懂得弹的 不过你试一下 将它转换 究竟我用什么二调夹夹夹第几格 我用D调还是G调的弹法 我就可以弹得到这首歌 你试一下先夹了 就是减了第几格 然后将那份谱 所有的和言都转换成 调子和言 这个就是我今课给你的功课 同样道理 我就不给更加额外多的和言练习给你 或者是和言的学习给你 因为很想你将已有的基础 好好练习好 那我之后就会踏上去 下课我就会讲一些新东西给你听 到时你就要努力练新的和言 但是这课呢 希望你试一下多些 用那个Cable 以及如何转换到不同的调子 令你其实习惯 原来我只有D调和G调的控制 也好 我其实可以弹到所有不同调的歌 当然 有些歌本身的设计 或者是和言的配置 可能有些奇怪 你会弹下去会有点滴滴的 但是普遍来说 一些大部分的歌 其实你这样转换 其实你都可以弹到 试一下 试一下 这两首歌 《牵及我天上的主》 或者是《爱事不保留》 你就试一下 选选适合的调子 然后就在里面 去转换和言 那我下课呢 就会揭晓究竟是怎么转换 那今课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这条影片的话 好吧 like and share 下集再见 拜拜